好像这张这张剧照不是你在 在台上的感觉啊 好像是在工地 开过这个呢 这个是在一个 大秦的橡胶的天天 哦一个轮胎是吧 好像你在这个影片当中也是要工地也有一些戏是不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在 重新开始 继承做起 然后那个 用自己力气 去生活的人物尊敬 所以 思琪 他虽然他曾经直播的但他从头开始 所以导演塑造的角色 然后这个导演 花了很长的时间想到一个 真的轮胎给我发起来 一轮胎有多重 我也忘了就是 重的 很重的 也就是最大型的卡车的轮胎 对很大的一个轮胎 开启那个时候你还重植一个问题 他的平衡就是 要把他拉起来 然后导演他还 还非常的 就是 很认同演员 很鼓励演员 他把我安排在上坡 上坡 那一下坡是省力的 对上坡就有比较吃力 那就是要为了锻炼我们的医治 去讨演员 真的我 非常开心 在开玩笑 实在是很开心 我觉得如果听完艾丽介绍的话 肯定有很多的演员 以后真的要考虑一下跟领导合作 要把这拉成黑铃铛的 因为太吃苦了 不早了 以后都是他们两个 固定团体 都是要一个铁三角的合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嘉惠哥这个角色 哈 上面也有 嗯 我曾经是 你问我 你问我看到这个 这个汉报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有一个 嗯 贴一根 贴一番的杖矩 直接一根手指已经断了 而且房间有点肿的感觉 对 两样的 一个是我 用我的一根手指 去换一个电影 这个是杖矩 现在手我们来 恢复 恢复好 好前我们应该是 还 还 还好吧 还好吧 哈哈哈 代价太惨痛了哈 我曾经是两界权王 现在必债到好门 哈 我不是收万种瞩目 只想在此前做一件 值得回忆的事 我是成规 我为你自己走上为胎 对 这个正是我在这个戏里面的一个讲治的 背景 跟目的 因为 其实当中有一场戏是 导演自己去写的一些对白 是特别的精彩 在里面就说 医生人里面好像 太害怕一件事 那我要死的时候 意见 及得自己回忆的事情都没有 那个时候 我刚好我身边有一个 有些人物 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有一个家的感觉 然后 这些事情又慢慢好像要 要活不到 自己觉得 困惑的时候 困惑的时候 就 决定要为自己 一生能够失败的人生当中要有一些 自己急着 记上来的事情 结果我的大神 也没太感觉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